如果提起国家手游品质的天花板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 我想大部分资争游戏爱好着心中 这款叫帕斯卡七月的游戏 绝对有意气之地 作为一款为数不多 一颗速度神话为背景的 卖断至魂类国家手游 帕斯卡七月在2018年 首次亮相以三展会时 就被国外权威游戏媒体 评价为以三才有的惊喜之作 游戏总共有20个小时左右的主线流程 只要你不被第一个精英怪劝退 那后续丰富的内魂要素 和饱满的游戏剧情 绝对会让你再谈不已 而与其他魂类游戏不同的是 帕斯卡七月中还加入了角色系统 流明风格不同的游戏角色 也具有各自独特的战斗机制和手感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这游戏在难度上还有轻松模式 这一人性化的选项 绝对是我们这些手残 又想体验内魂游戏的福音呢 不议如此 这游戏还有不少非常有料的DLC 这些DLC的体量之大 甚至一度让我怀疑 这真的是一款手游能做到的吗 朱如一望之潮推出新角色 新地图 黄作之舞又一番常态 让玩家藏通新角色 既定速通挑战 可谓诚意满满 现在过年期间大折扣 游戏时第25元 过年回家 还能在手机上体验内魂类游戏 岂不美才 nice